柯文哲在上任之后带领着幕僚冲冲冲 强调呢市政效率 不过现在却传出副市长林青荣 好像有点冲过头了耶 有继承的人员就反弹说 林青荣做事的风格太过于强势独断 下属呢如果提出意见的话 可能就会被盯上 已经变成了所谓的一言堂了吗 对此林青荣表示说 沟通引发不满日后会改进 下属作风惹争议 对此呢这个柯文哲则是力挺他说 自己也常常会虚口 为开幕仪式接牌 台北市副市长林青荣 带着嘉宾一起参访迪化街 打力行销北市府推动的 大同区再宣计划 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各项政策 林青荣跟着市长柯文哲一路冲冲冲 不过就传出林青荣 快狠准的形式作风 强势独断让下属吃不消 我承认我有点冲 但是是应该谨慎的冲 至于说我引发了所谓的 让我的一些同事比较说 我没有沟通我都要改进 但是我还是要始终强调 速度改变了我们一切 速度是指说 谁说政府一定要慢呢 柯P一直期待说 台北市政府应该就是一家公司 那老板就是市民 柯P就是在这里的总经理 我们好好的做事 就怕被放大一言堂之说 林青荣第一次太回应 虚心表示沟通还要再改进 不过林青荣仍强调面对市民需求 决策速度不得不快 标准科室府风格 失控我也常常失控 不过我们都会努力的改进 是这样啦 人是用他的优点不是用他的缺点 林青荣市长的优点就是冲冲冲 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副市长 叫邓家基 他就负责协调了 所以常常就说 这个这边很积极的推动 如果大家有困难 有需要协调的增加基市长会出现 这样就配合的很好啊 面对市政左右手遭批 柯文哲出面缓加 不过北市五大案迟迟没进展 冲过头和效率之间 柯市府恐怕还得贼权横 欢迎新闻林志鹏 黄云廷台北采访报导